天气炎热,外卖的单子也多了起来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,在接单的同时更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近日宁波北轮发生一起惊险事故 一名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连撞两车 公共视频显示,一名外卖骑手在通过路口时完全不顾信号灯 闯红灯穿越正在等待通行的车队 结果因为视线阻挡和一辆正常执行的出租车相撞 碰撞之后,电动车又撞到了边上等待通行的一辆轿车 电动车撞完,出租车以后反弹回来 车子又撞到特斯拉,刚好让外卖骑手的身体撞到特斯拉身上 所以导致该外卖骑手没有摔倒,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经过现场调查和取证 交警部门认定外卖骑手李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并对李某闯红灯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 他要承担的是两辆车的维修费用 以及出租车的有一个务工费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的电动车 大概费用将达到预估应该是五万块左右 这个费用将由外卖骑手全部承担 电动自行车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一直以来屡见不鲜 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不在少数 对于个别外卖骑手来说 明知闯红灯不对 但有时候为了抢时间送订单 遇到没有交警执勤的路口 还是会抱着侥幸心理在车流中随意穿梭 最终为自己的任性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许晶晶编辑报道